今天的话题超纲,大家谨慎入内 今天要聊的是怎么判断她是爱你还是想睡你 这里的她是单人旁的她 我发现我身边谈过恋爱或者是正在恋爱的 还有网上的网友以及私信过我的姑娘们 都有过这样子的疑惑 而且故事还挺多的 相反好像男生这方面的疑惑会少一点 近来是女生的扣1,是男生的扣2 我朋友说呢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呢 就应该去问她 就是应该了解男生是怎么想的 我和我的朋友呢就分别问了 我们身边的几位男性朋友 怎么辨别男生是想睡你还是喜欢你 结果还是挺有意思的 收获蛮大的 想分享给你们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 所有的男生第一句回答都是 喜欢就想睡啊 来看第一位80后 我还是把它划分为90后吧 因为它还差一个多月就是90后了 第一位说肯定是喜欢才想睡啊 肯定是喜欢才想睡啊 这一题的主要区别应该是爱 我说对对对对 她说她也不太清楚 但是呢爱是有痕迹的 她会带你去见她的好朋友同学 另外呢两个人不只是聊儿女情长和两性关系 她会在乎你对两个人未来的想法和意见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好色的人不会只对你一个人好色 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所以不会只聊你一个 而女生对这些细节的第一反应呢 是很敏感的 女生可以去观察 如果感受到了呢就不要自欺欺人 不要存有小心心力 第二位说喜欢也是想睡啊 然后我们问那怎么判断 只是想睡还是想发展 亲你关系呢 他说看睡网还联系你嘛 第三位 他说花一年时间陪你的就是喜欢 很着急让你和他在一起的就是约 喜欢你会尽量的尊重你一切都慢慢来 比如今天约你出去玩 着急安排你回家 而不是着急安排你住酒店 第四位 我是老实人回答不了 我是老实人回答不了 在逼迫之下他还是回答了 他说想睡的话呢 和你交流更多的就是各种 聊花言巧语 还有会带点混段子 聊得你纯心荡漾 喜欢的话呢更多的是光心你的日常 留意你不开心的时候 雪中送看 多余开心的时候给你请上天花 第五位 男生肯定是有感觉的睡啊 前期的睡和喜欢差不多 总不能上来就谈恋爱吧 可能有些女生以为 那就是谈恋爱了吧 OK 第六位 荷尔蒙和性冲动是求恶行为 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元素 说人话就是喜欢你 通常就会想睡你 除非他有心理或者生理的病变 所以这个题目应该说 如何分辨 男生只是为了睡你而接近你 还是为了长期恋爱而接近你 但感情呢 是最琢磨不透的一件事情 每个人对爱情的定义都不一样 对感情的接受度也不一样 所以感情没有深入接触呢 谁都没有办法判断是爱还是不爱 既然要注入爱和何必换得换 是享受该享受的 如果觉得还不到时候 拒绝就可以了 你有接受的权利 也有拒绝的权利 最后他的建议是 睡一次可能就知道了 但是要做好安全措施 他说 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获得 自我又私意 坚定也柔软 好了 以上为男生的回答 大家有没有什么收获感受 我觉得我的收获还蛮大的 还有就是我比以前更了解男生了一些 我觉得其实没有清晰的界限 也没有标准的答案 特别是爱这件事情是在长久的生活 还有方方面面表现出来的 只能是多具感受 当你被爱的时候 我觉得你心里面是可以无比肯定这件事情的 但是呢爱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个一个不连续的间断的瞬间 爱会消失 爱也会重新被点燃 而且每个人的爱是不一样的 没有标准 唯一的标准的话 我觉得就是真心吧 每一份爱都是独特的 所以我觉得要沉浸式的去感受 在你能够接受的程度 以及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不要生病 不要被骗取钱财 当你发现哪里不对劲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保持头脑清醒 不要自己欺人 因为第六感这种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奇妙的 当对方没有给你肯定的回答的时候 我觉得你就是在否认 还有一些很明显的现象 比如一开始给你留下很好的印象 然后再达到目的之后呢 就离开了 或者是不主动也不拒绝了 再或者是他说会来找你 但是行动上却没有找你 或者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只和你聊fix 很少聊其他话题 或者不容易沟通 我觉得那就是明显的没有爱和喜欢 对方也没有意愿和你发展亲密关系 因为喜欢应该是两个人 就算什么都不做 我待在一起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想多说话 想多了解对方 想知道他的过去 想知道他走过的路 想给他过生日 想参与他的生活 不是吗 好啦 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喜欢今天回答你的一句话 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活得自我又肆意 见面 拜拜